当我第一次接到这个 他们邀请我来拍球在你脚下的时候呢 其实心里面马上就又憧憬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球 但是我现在呢根本就打不动球 所以我有点开心又有点担心 不过后来他们说我是来做教练的 那我想教练就好 一方面又可以自己玩玩 一方面呢又可以去参与 其实我倒不是太辛苦的 因为我不用怎么打球 但是拍打球的时候呢 他们都所有运动员去打 我都必须站在旁边 因为我是教练 什么镜头都会带到我 起初那个尤其是那一阵子那个太阳 哇太火辣辣了 每天那个太阳 我拍完了十几天回来 整个人变成黑人 化妆间的人说 哎呀你这样怎么不能联系了 你黑到这个样子 但是那十几天觉得很辛苦 但是回来想想 也觉得获益难度 球在你脚下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 在八频道播出 不能错过 球在你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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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在你脚下